大家好 在今天東北風的影響 難來北往的朋友 就會發現到溫度有差距 北部的天氣 雖然白天有陽光 但溫度狀況隨著風吹下來 涼嗖嗖的感覺 太陽一下山 溫度就下降了 而在南部地區 中午還有到達28度 明天東北風強度要減弱了 禮拜三是天氣晴朗 但是要注意的是 日夜溫差非常的明顯 從一大早的時候 清晨出門去 騎車的朋友穿著要保暖 因為清晨的溫度 仍然比較偏涼一些 但到了白天 連北部的高溫 都可以到27度以上 所以週三這一天 全台灣可是中午 都是暖呼呼的感覺 而到了傍晚的4點半的時候 要注意的是 當太陽要下山之時 你背著光 往著太陽的方向 往西行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逆光行車要小心 陽光強 相對的你的視線會變差 不過到了午夜時刻 要特別注意的是 北部地區又要轉雨了 因為另外一股東北季風 要增強了 目前看來 在5跟6兩天的晚上 北部地區夜晚的溫度 就會在16度到15度的低溫 我們就從這張地面圖上 來看一下了 先來注意到 北方高壓在高緯度通過 逐漸的要往日本海的方向走 而我們台灣上空的風場 在今天的白天的時候 吹著一個比較偏北風進來 到了下午以後開始 吹著有點偏著東北東風了 所以溫度形態來說 到今天晚上的溫度 沒有昨晚那麼的冷的感覺 不過要注意的是禮拜四 禮拜四的時候可以注意到 北方的高壓系統 又要逐漸的南下了 涼涼的冷空氣又要帶進來 而且這一波冷空氣 在過來的過程當中 會把海面上的水氣帶進來 所以東山會飄雨 西山天氣晴 溫度形態來說 北部涼 南部地區早晚天氣也變涼 這波的冷空氣影響 從四到日這四天的時間 接著下週二的時候 另外一個冷高壓系統 在東移又帶下來 一股涼涼的空氣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 冷空氣的強度的部分 隨著到了12月的時候 西伯利亞那邊的冷高壓的冷空氣 在堆疊當中 而使得一波的冷空氣 五到七天就有一波下來 目前看來比較強的 會在12月7號的時候接近 來看溫度了 先注意到溫度狀況在週三的時候 日夜溫差很明顯 白天舒適 早晚天氣涼 早出晚歸要注意 而到了東半部地區 是早晚雲層量比較偏多一些 在歪島地區來說 是夜晚溫度比較偏涼 小丁寧 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一點 在溫度狀況來說 日夜溫差很明顯 所以你如果是一大早要出門 務農的長輩朋友 上課 上班的同學朋友們 都要特別注意到 保暖 工作不能少 而在禮拜三的傍晚的時候 夕陽西夏好美 你如果是逆光行車的朋友 就要特別的注意 因為在傍晚的時刻 逆著